由纪录片导演取权力所成立的美丽台湾3D电影巡回车 昨天上午则是来到了淡水区足为国小 带给小朋友们影片中有许多台湾相当壮丽的地景 还有在台湾快要被遗忘的传统匠师 希望用正面的力量让每个小朋友都能够看见台湾的生命力 由纪录片导演取权力所成立的美丽台湾3D电影巡回车 在昨天上午则是来到了淡水区足为国小 为偏乡学童有机会接触到3D电影 美丽台湾从过去2014年开始展开全台湾的巡回放映活动 针对许多偏远地区小学或者是距离都市较远的郊区学校 将台湾各种美丽的风景 还有快要失传的传统记忆降虚 用3D电影呈现在小朋友的眼前 对这是我们在2019年然后到的第一站来到我们诸位国小 我们是2014年就一直陆续在跑 然后其实已经跑了将近快1500所学校 对我们今天看的是记录台湾的地景 那以及一些百宫的匠人 因为很多技术即将失传蛮可惜的 包括刚刚小朋友问什么是蝴蝶 什么是脏水 对他们又说什么是纸斑蝶 那我觉得蛮好就是有一个画面 然后希望可以让他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美丽台湾表示这一次来到了组维国小 所带给小朋友的影片 有许多台湾相当壮丽的地景 还有一百个在台湾快要被遗忘的传统降虚 希望用正面的力量 让每个小朋友都可以看到台湾的美和生命力 感受台湾的美丽风貌 那今天的美丽台湾3D电影 来到组维国小 主要是希望小朋友可以利用3D的立体视角来看到台湾的美 然后可以看到台湾不一样的风貌 另外呢小朋友也可以在立体影像中来看到台湾的美好 还有台湾的不同的人事物 那他们呢也可以让小朋友呢可以更加体会 小朋友对于台湾这片土地的爱 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的有意义 让小朋友可以从电影来认识台湾 了解台湾并且进一步的保护台湾 认同台湾 我想这一件事情非常的难得 所以说从国小开始扎根 我们让小朋友学习到我们自己的美丽的生态环境 并且透过这个3D的电影 也让他们感受到这个科技的一个进步 我想这样子都是一个很有意义 寓教于乐的活动 当3D子班碟就在眼前飞舞 栩栩如生的摆动翅膀 仿佛生力其境的视觉效果 让小朋友惊呼连连欢笑不断 校长表示这一次很开心 能够邀请到美丽台湾3D电影巡回车 来到校园当中 让小朋友可以看到3D立体电影 大家也都非常高兴 也相当开心 另外更希望借由3D的科技 让孩子了解到台湾还有很多美丽的自然地景 还有人文风情 记得许多安逸 再去采访吧